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初春的高丽贡山西路 空气中还掺杂着早春的寒意 黄花芭芭的香味已经飘荡在村村寨寨 拾起地上散落的玉兰花 花瓣就可成就一盘佳肴 玉兰花消弹和气 切碎与鸡蛋一起翻炒 不用过多的调味 就能做成一份清香扑鼻的玉兰花炒鸡蛋 桥香和顺 在油菜花的映衬下显得古朴而安宁 桥头 老人制作的松花糕是每个到河顺观光旅游的人不能不尝的香煎味道 清明节前后 云南松鹤黄色的花苞是制作松花糕的主要材料 咬一口 似乎把春天的味道吃到了嘴里 这种地头山蛙里常见的小白花叫唐梨花 承载着云南人对春天味道的另一种感情 随手一摘一把的唐梨花 用开水去掉苦味 和上糯米面和腊肉丁 就做成了遗族人爱吃的唐梨花芭芭 除了花 云南人还热衷于吃各类树芽和草芽 比如这些或者娇嫩的春芽 或者模样可怕的刺芽 还有这种又被叫做象牙菜的溅水草芽 都是春天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茶麻古道 不仅运输着这里品质优良的普洱茶 更承载着云南文化与世界文化交融的功能 在以茶为生 以茶为饮 以茶为饮 以茶为纽带的民族地区 还创造了以茶为食的独特菜肴 刚刚采摘的茶叶新芽 裹上蛋清面粉在热油里微微一炸 或是窜水杀青 拌上剁碎的各式香药 都是别有滋味的材料 陈年普洱醇厚红润的茶汤 同样也是鸡肉或排骨最好的拌鱼 茶汤既能提鲜 又能去除肉类的腥味 还能中和菜肴的油腻 茶叶独有的香气 富裕回甘绵长优远 是最经典的春天味道